在香港医外富翁李嘉诚的支持下,两位有哈佛毕业的美国种留学家,正在努力利用技术改进癌症,他们正在中国进行了一些早期布局,中国是世界上癌症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专业的资源却十分稀缺,以至于一些偏远地区的患者,常常需要去到主要城市的顶级,并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能进行短期的肿瘤。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牌投资者们的注意,亚洲最富有的人之一,李嘉诚,在2015年成为了一家由医生创办的名为Driver的公司的第一个投资员,随后其他投资者也加入进来,现在Driver已经得到了一亿美元的支持,该公司正在开发相关技术来让癌症患者更好地管理他们的过程。 本周,在数百名患者的身上经过17个月的试验后,Driver正式开始在中国和美国签约病人。 科学家们在中国闪头等Driver实验室内工作,Driver希望利用技术来解决全球种留学学科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根据研究机构Driver Institute的说法,癌症药物和实验性数量正在激增,全世界每年会在这些药物上,花费近1330亿美元。 然而,患者往往无法找到所有有用的选择,只能通过工作负担,已经很重的肿瘤学家们来寻找。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的研究不能总是与时俱静,有时甚至大机构内部也是这样。 那Driver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这家创建公司位于旧建山和中国华南的实验室会对病人的肿瘤、DNA和体派医疗记录进行分析。 然后,一个应用程序会战士患者的最佳方案,和匹配他们测定肿瘤的全球临床试验选择。 Driver同时在中美两个国家开展工作。 然而,他关注的领域常常存在信息不足。 在中国尤其明显,根据全球种留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国每一百万人中只有18位种留学家,而美国每一百万人中有161位种留学家。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癌症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患者之间存在巨大供需差距。 Driver的联合创始人Will Polkingham说,我们希望消除这个差距。 Driver位于汕头实验室的机器自动化基因肿流系统,利用技术Driver的第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也出现在中国。 它就是位于北京的国家癌症中心。 该中心是中国癌症研究的核心机构。 每年会有84万患者造访该中心。 下周,NCC计划正式宣布,它会使用Driver的平台来管理它实施运行的200多个临床试验。 NCC的临床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明说,在没有Driver之前,我们是手动管理的。 Driver为研究人员和医生提供了招待病人和跟踪机构内正在进行的饰演的系统化能力。 但是,为了实现其最大的愿景,Driver需要大量注册病人。 它的全套服务价值3000美元,包括肿瘤和病率处理。 随后,是疗法匹配合,把患者限制到了富裕阶层。 一名科学家在网络摄影机前,展示盘子上的连续稀释过的事迹。 Driver的Polkingon是美国最大的癌症中心之一斯隆凯特林纪念中心的放射肿流学家。 他的联合创始人Petro's,Denitopolis提出这个想法是还是哈佛医学院的病理学家。 他们俩都是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 美国硅谷的投资让人难以捉摸,但是他们在香港找到了好运。 在那里他们从Horizon Ventures等港投资,那里获得了资金。 那是李嘉诚的合伙人Solina,收中凯旋管理的基金,也是李嘉诚财富的主要投资渠道。 他们的董事会成员现在,还包括了精英先驱 Jennifer Gardner, 时装设计师和癌症倡导者Dory Birch,但是他们没有具体说明, 估计一亿美元多少来自李嘉诚,多少来自其他投资者。 Horizon Ventures在一份中表示,他之所以投资于Driver, 是因为随着全球癌症病例的激增,对将患者和全新疗法联系起来的新平台的需求日益增加。 癌症研究在美国,政府的癌症研究主要机构,是国家癌症研究所, 它已经签约成为Driver的合作伙伴,并在这家创业公司的平台上, 提供关于其临床试验的信息,这同时也验证了Driver的匹配系统的有效性。 在汕头和旧金山,显示系统不展示连续期事过的试剂版, 中国北京区主任Matthew Brown说,放在中国患者的准入限制可以促进癌症研究。 例如,他说,如果中国用户同意,将他们的骚扰结果,明明上传,到一个全球成像数据库。 这将大大扩展科学家们对某些癌症发展的理解。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庞大的病人群体可以帮助吸引用户。 NCC的LI说,由于NCC的医生使用Driver作为内部管理工具, 他们可能建议病人注册这个应用程序。 尽管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Driver没有对NCC使用器平台而收备。 一张幻灯片显示肿瘤量本中的核二代百表达, 几率作用并不是所有的患者, 尤其是在中国,都想在决策中扮演积极推进的角色。 Eli Lelico的临床发展创新高级顾问Joseph Kim说, 在亚洲,由于患者倾向,于顺从和Eli医生, 决策会更加加涨势。 联合创始人Petro Genitopolis和他的团队, 带着金山,查看一个数字细胞量本,再卖爱你。 Jesus,Loretto在今年年初使用了Driver为没有进行激素的前列线啊寻找解决办法, 因为他担心会有副作用。 Driver收藏了大约9种,可以满足他需要的实验方案。 这位66岁的前置药主管说,虽然我的肿瘤学家很好, 但是他只推荐我在他的机构进行试验, 他不会给我推荐新的可能疗法。 比如做液体火解。 Loretto说,由于病情稳定,他没有参加任何试验, 不过,有了Driver的帮助,我填补了我所需要的信息的空白。 他说,雷锋往雷锋往雷锋往,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